OBIS 365 剛剛有同學問我就是說 其實我最後面我想要跟你們分享的絕對是 絕對是像那個 假設我們今天把它發布出去 在手機上面怎麼看之類的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可是它牽涉到你必須要先有OBIS 365 所以很多人可能都還沒有OBIS 365 所以你可能也不能做發布這件事 為什麼一定要綁OBIS 365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要收費 Power BI不用收費對不對 OBIS 365它是要收費的 Power BI是一個APP 它是綁OBIS 365 也許你會覺得OBIS 365一個月繳個幾百塊不貴 可是 假設當你繳到十二個月的時候 那個地 那個時候可能已經繳了三四千塊了 這樣貴不貴 貴了吧 以前你可能花四千塊就可以買到一套 可不可以一直用 用個二十年 可以啊 我不騙你那個 之前我大概是五六年前 還有人叫我去交OBIS 97 就是它那時候它就真的只花錢買了OBIS 97 所以我沒有那種設備 我沒有那個軟體環境 所以他說沒關係老師我們電腦都關好了 通常沒有老師在交97了 可是他就請我去交 可以了解我現在說的意思 他就是不再花錢買那個軟體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請問他還可不可以再繼續用五十年OBIS 97 可以吧 對不對 好 提供該門參考一下 那 我只是要告訴你 現在收費的機制改變了 收費的機制改變了 其實你可能會覺得POWER BI它不用錢 但是這是假象 因為未來我們還是希望把它正式的發佈 你千萬不要問我說 老師那個 我能不能把這個畫面 例如說複製貼到POWER BI它去 當然可以 你高興怎麼貼就怎麼貼 可是你在POWER BI它裡面 看得到聯動嗎 看不到的 就插在這邊而已 因為聯動是POWER BI的很大的賣點 可是你現在你點它 你看不到這些聯動 那不是很可惜嗎 OK 所以我們要在哪裡看 OBIS 365 就可以整個看到聯動了